我是日本文化中心,我就用Lok Lok Sen 澳門文化中心最近有一場 備受期待的畫劇準備上演 這次演出的是澳門本地特有的土生土餘畫劇 劇團的各單位正在進行最後一次緊張的彩排 澳門土生土餘畫劇團成立至今已經有30年 劇團成員都是利用業餘的時間 參加排練和演出的 我想這30年我覺得是用成長這個字 形容友誼 都有一個家,很溫暖,很有愛的家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想娛樂大家 令大家開心笑一下 帶大家一個澳門家庭的感覺 趁著公演前的時間 Lok Lok Sen拜訪了澳門土生土餘畫劇團的創始人 及團長菲文基先生 一起了解一下,什麼是土生土餘畫劇 其實是一個畫劇之中的西式畫劇 西式畫劇 這是一種畫劇,我們是土生土餘畫劇 用的語言就是土生土餘畫劇 這個傳統的土生土餘畫劇 今年30年,我們做了 哇 這麼長時間,起碼可以帶給觀眾 一個很開心的感覺 大家都是有笑的感覺 華燈初上,觀眾陸續入座 好戲正式上 土生土餘畫劇有著西式雜誌畫劇的特質 業家興歌劇的表演形式 這種灰涵幽默的劇種接地戲 通俗近日 今天這一出叫做 《沙寶硬撐家蓮華》 演繹的就是澳門一個尋常街區裏面 據民齊心合力去構思 排練文藝節目 參與澳門家蓮華表演的故事 整個土生話劇 那個世界都是澳門 我們是澳門人,我們是為澳門做的 這齣戲我們是澳門做的 其實這是基礎 菲文基先生說 他們的劇一定是以土生土餘為主 這種語言是以古典葡語為基礎 夾集著馬來語、粵語、英語和西班牙語 可以說是語言的大潰水 也是東西文化融合的代表 現在只有極少數澳門居民 仍然使用土生土語 更加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憑藝語言 而澳門土生土語畫劇以藝術形式 重新換起了社會 對土生葡人文化的重視 亦令更多年輕人走進劇院 了解土生土餘 希望新一輩的土生葡人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其實也有希望 我們新一輩的土年輕 我們的圈子不是很大 不過二級歐是很厲害 每年都會發掘到新人 新人未必懂這個語言 因為平日沒有人說這些語言 我們現在想繼續保持下去 其實最初一定會讀很多錯字 唯一方法就是大家互相提醒 那些字是敢讀的 那些字不是敢讀的 是用語法這樣讀的 我是不停有聽的 但自己沒有說 什麼時候開始說 就是入了這個劇團 開始慢慢說多了 《土生土語》話劇 在2021年正式入選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性項目明龍 雖然劇團一直堅持 用土生土語去創造 但並非一成不變 近年來也加入了 粵語、英語、日語等等其他的語言 目的就是擴大傳播的範圍 拓展內容廣度 引起更多人的興趣 都出現了少許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去哪裏我要接對白 或者他那段對白 是什麼態度、什麼語氣 我們要承接這個什麼語氣 引得久了 大家有默契 都可以的、都很好玩 我覺得是真是很有趣 不同的文化 但是可以很自然地溝通、去聊、去問、去學 原來我們是個好地方 充滿的大人氣味 土生土語畫劇用藝術推動全城 是中泡交流的文化平台 也是澳門以中泡為主 多元文化並存 共生的重要體現 而包容的文化土壤 也將為土生土語畫劇 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是幽默的 而且可以學到不同的文化 看到以前的歷史 而且都很貼近時事 我是作為內地的遊客 來到這裡都覺得 他們很親切、很接地氣 所以我覺得這個族群 是很適宜做一個中泡文化之橋